記者南海營現在就在古洞村 有沒有村民有地權將來要與政府換地呢? 其實都有的 好像在古洞村住了4000個非原居民 部分人都擁有業權 他們擁有的土地面積 是達到可以與政府換地發展的標準 不過他們會不會肯與政府換地發展 還是言之上早 不過有大發展商已經表明 對這個計劃很有興趣 因為預計香港未來的經濟重心都會北移 而新界東北這麽近大陸 將來的樓價一定會有很大的升值潛力 只不過他們最擔心 港人港地條款會不會對他們的發展造成限制 我在延長報導是這麽多 先交給新聞報